类似像这样啦,不过这个名称我讲将来你们自己再去更改,我比较简单一点,我就一个B01 OK,按一个确定之后就可以了,因为已经键好了,先取消一下 这边有个B01,按右键这个是叫做LB01好了 OK,类似像这样一个简单的名称 当我按下它之后的话呢,那把清单放过来 就是这样而已 OK,那我把最后完成的画面给各位看一下,按下确定之后 它就会把清单放进来 那这个清单是从哪边来的呢,从这个array list 里面来的 那array list 建好清单之后,当然可以更改 比如说里面我清单要改什么,你下一次再把adaptor再更改,再重新set一下,里面的资料又变更了 那程式码部分该怎么做,首先一样嘛,这边有个事件嘛,对不对 反正我就123法则嘛,那个1宣告物件嘛,2连结后面的元件 3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事件处理嘛 对不对,所以你123就可以写出来,那这个地方到底要写什么,我想画面这个元件的设计 基本上各位要慢慢习惯,习惯完之后再来做设计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基本上它没有很复杂 这么多东西暂时可以忽略,等到你这些都,就是说先把layout部分做完 再把这个程式部分写完之后,其他再来care 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太容易干扰 所以主要是1,再来2 2的部分要写什么,基本上也很简单 就是跟Hello World的差不了多少 打开来的话呢 我这边基本上就是1 宣告物件,因为我会用到两个物件,这两个物件基本上是对应到画面上的那些微距 那些元件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list view,一个是button 所以我就宣告两个,因为这个会用到的再来宣告 二连结,连结应该也OK啦,我想 只要你不要连结错误就好了 而且不要忘了什么呢 这个 Safe 因为好多同学,奇怪,为什么老师我找不到这个名称呢 没有Safe,对不对 Safe,所以你就按全部储存一下 一定可以找得到 那list,你就点F就出来了 或者FindView by ID有同学也会打错 那如果你 不想记那个FindView by ID,就打个list,点 它自动会,因为list指的是 List List这个class 然后它Extended Activity 所以Activity里面有个方法是FindView by ID 它就可以去找到画面上面的这东西 然后连结,对不对 三的话建立事件 那建立事件的方法我讲过很多次了 其实就大概记一下 就是 Set onClick Listener,对不对 然后呢 New一个 OnButton 因为我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那个 这个叫 Listener 就是 扫描 随时侦测 有没有人 有点下去 有点下去的话 再帮我做那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OnClick的一个 这个应该叫抽象的 抽象的类别 这个抽象类别,那我们要New 我们直接在这边New就是匿名 因为我只用一次 那我就不要再宣告 你也可以另外宣告一个Listener的物件名称 再放过来也可以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New一个Button 上面的一个UnClick Listener 然后一个小瓜屋 传参数 一个大瓜屋 10座 那因为没有10座 所以 新增未10座方法 有没有,这样会比较快 直接就出现什么UnClick的方法 那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就是把什么 把刚刚的那些动作 做出来 就是 这个我想应该 budgets的 资格